带货天王李桑 那个6月3号 然后被紧急的关闭了 正在直播呢 其实我觉得啊 它可能未来会有三 会有两种结果 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呢 就是说过一段雪藏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出来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 对吧 毕竟之前也已经说了 是技术原因 但是现在以现在的趋势来看吧 又下架这个是怎么样的 包括这个咱那个微信号 公众微信微信号上 也是有这么一两篇文章 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现在看到 看不看到啊 还有一种结果呢 就彻底封杀 这彻底封杀 你得有个理由吧 这个你不给理由的话 你想让大家渐渐忘记 我觉得 恐怕有点难吧 你总得有个理由 比如你像之前 像王力宏也好 像那个吴亦凡也好 他从他有个理由之后 现在还有人提吗 基本没人提 对吧 理丧这种呢 可能有三种吧 第一种呢 就是扣一个帽子 最后来个乳花 可能会有人 有一些这帮 00后 98年之后这帮的 包括00后这帮 可能说乳花 但这个事 真的跟乳花有关系吗 我也觉得 你够不上 你真的就没 这个东西 怎么能跟乳花相提并论呢 但是他万一要出这种昏招呢 是吧 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说头睡漏睡 头睡漏睡 封杀他 第三种呢 可能就是觉得 就是去掉这种伪娘形象 娘炮文化 是不是 你不阳光了 你不 你没有那种 不是那种阳光男孩 对不对 娘炮嘛 对不对 你现在娘炮 我建的也挺多 尤其像那学艺术的 我们意大利那边 学艺术的 你说 只要是在米兰那边 就是 有做那种 艺术学院也好 美院也好 哎呦 我操 真的我就 受不了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唯一的 有几个 还不是这个艺术学员的 在我们这边 也是娘炮 出生于这种 西鲁大地的 超限族的 就喜欢吃泡菜的 这个货 你再上高位 你他妈是娘炮 他怎么 你最后 你怎么能进入高位 对不对 看了就 你就别扭 对不对 现在可能能支持你的 也就是你男朋友 能支持你 我是不是又扯远了 反正 这个无非 最后就三种 三种形象 无非就是这种 就这种两种结果 要不就是复出 要么就是彻底封杀 封杀里有三个理由 但我不希望是其中 我不希望是第一个理由 尼玛 怕第二种理由 第三种理由 我都可以理解